那企划其实最重要的 是让我们有一个guide line 侃侃分享食物经验 告诉彼根志工出行前的任务 真善美志工分别进行文字 图像和录影的分组课程 所以回国后呢 我就开始用镜头洗历史 57位来自马六甲 把其南马五个据点的真善美志工 参与南马人文真善美种子培训营 当你看不见 但是表现看得见 惊吓心来柔软去看 你真的感动了 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价值 我们也必须学习这点办 增加专业技巧 还要提升人文素养 真善美志工用心记录 每一个美善的足迹 以正面的力量影响他人 大爱新闻饶鱼论 中建民黄福源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 大爱新闻